我看一看呀这波 所以我一开始来找虾子的话 我就找他位置 你们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 目标就是这个蓝啊 反而蓝不走吗这里 这里不走吗 这个问题是 要在这里蹲呢 这里下路是走的 我觉得已经挺赚了 你没有开直播吗 没开直播 我没开了 稍等 吃完这个蓝确实也能走 我是觉得这波完之后 那个什么小炮 这波架打完之后小炮太伤了 小炮对线完全压不住了 你们看这波本来是送线进去 这波他如果硬来 他已经亏了一个蓝的呀 沟通的是目标指示蓝 他反卖蓝我们走了 接着玩这个游戏呗 就是这里如果掐子 不在下半级骆驼 那他只可能在上野区啊 我们中路也能抢线 我们回去找他呗 下路这里就泡芙也放了 一个三脚也放杠格 这边家子没地方去 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不价打的太那个什么了 跟不上啊 这里 反正跟不上 我跟日女三级的话 应该是好打很多 就有必要这样打吗 我们中路是有线 我不被勾的话呢 你看一下 看一下吧 大树我再倒一下 大树一开始 我这把达达达好了 我想对达达达好了 然后最后打架也是 我们这把有点 一波是这波 我觉得后面就已经形成这个局面了 我们得突破一边啊 那这里我觉得想法有问题啊 正常玩我们已经优势了 这波都把蓝反了走就行了呀 而且我觉得你W不能放 我一直在说的 W捏着 W捏着的 要么就大树 W捏着 等于我不吃钩 日女走脸也移不了 走脸 隔得太远了呀 那就一开始就不要去打这波架 我们反弯来就走啊 我们这个思维斯 英雄感觉前面打不过呀 三级 正常四打四是我们赢的 我们控制链要结好啊 那很简单 日女 最少要大树 这里就是太强行了呀 你看 你看我 开反弯来走 对啊 不能这样打 这波不就是反弯来就直接走就行了吗 后面 这波 这波打完狐狸天斐 下路也没优势 对面这个组合 打团确实比我们有用 但问题是 这波架不是我指挥的吧 啊 但是是你开的呀 是我开的蓝啊 不是万坤你说的叫我去留这个瞎子吗 啊 啊 看下瞎子吗 兄弟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们等我去他们也去找瞎子位置了 那怎么说我们进去反他也呗 你们你们这波线推完呗 推完我跟你们一起进去 目标只是这个栏目标只是这个栏啊 多一辆车多一辆车我们快点动 一部分 嗯 我前进二十人 我拉出来打了 一起乖帮我打掉呗 我来了我们都来了 我看到瞎子我就直接闪进捆了 我可以跟上 嗯 他们可能换我上面野区啊 你们小心上楼小心上楼小心 我没看到瞎子位置 我没看到瞎子位置 我都喊你们回吧你们回吧 嗯 他们在我上面也去他们在我上面也去 他们知道我们换野区了 哎 我在改 能到吗 W边积 W边积 这得爆了 能损吗 我捶过了捶过已经 一戴到了一戴到了一戴到了 我在路了 慢点慢点 你们找算了没算了没保住我走保住我走 保住我走这边 保住我走这边 保住我走现在可以吗 看可惜 衦子 打的话 split 保住 我打分 可以 混ka 加个先�� 多么线也去转 还行吗 还行 他们选喜欢 companion 波比踢了 波比是踢过来的吧 应该踢过去了 刚才太坦交散了 虾子交散了 我是不想去的 但是 是他们故意想打的吧 我已经想 我已经拼信号 回去实践去了 这里我 我是说了 他可能已经换野区了 我准备去叉叉叉了 然后看到是虾子了 然后万坤你说的 叫我留W 我们干这个虾子 但其实直播就是有点强心的呀 能秒虾子就能打 而且你可以看那个 我跟虾子碰到的位置 直播 你就不可能能接得上 我是觉得这里 就是打完直播 直播完退 没有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里吗 这里说没有看到 对啊 我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说 他们可能换野区了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吗 但是我觉得这里 怎么说呢 就 你还觉得这里人杀吗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位置 你们还在三角草 这个地方要怎么留呢 我不叫技能 我都快被他打死了 已经转了 你看一下 打野也得主导去 那个 吃自己上班区 保护上班区 你放一下 看一下 这个我 他下着已经是往后走位了 我如果不打W 怎么留能要 这一波 这波其实就是 走就好了 哎 我们这一波 记了就 结束了吗 就没有结束 后面还能玩 后面 但我感觉我们打团 怎么这么难呢 我感觉我们打电话 我们打电话 我们打电话 我们打电话